我每次上課的影片都會放在雲端上面的教學論壇 會有一個清單部分 所以你們可以稍微把那個清單看一下 主要就是說我們把前面的人工作業部分 再把它變成程式部分 總共我們目標是有六個按鈕 所以上個星期的話基本上就是把前面兩個按鈕做完 有哪六個按鈕 各位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這邊 然後我希望做的按鈕結果 基本上就是把前面的人工作業 把它再轉換成所謂的自動化的流程 裡面需要做的部分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4頁的地方 總共有五個按鈕 跟正一下 那我們上個禮拜其實就已經講了第一個按鈕 跟第二個按鈕 OK應該沒錯 那第三到五其實蠻多地方 其實跟前面有點類似 尤其是個區比例圖 還有陸接到直條路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這兩個 住宅切到下載 那下載資料其實一般就是所謂的爬蟲 應該各位有聽過網路爬蟲這個名詞 那也就是說如果假設 你未來會有資料已經放在 比如說雲端網路上面 那你希望不要用下載 這樣我們最早是下載之後打開 那你希望直接 可能有個按鈕有個程式 直接執行它之後 你只要跟它講網址在哪裡 第二個是給它編碼方式 兩個訊息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OK 那這個地方我是有提供給各位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位置是在第16月的地方 就這一段 住宅切到下載 那跟各位講 這個範本其實有點萬用 有點可以用在不只是這個範例 只要是網路上面的資料 而且是CSV的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用 但是CSV的話 你還要注意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它編碼方式 可能是UTF-8 也有可能是Big-5 所以有兩個參數可能要加一下 基本上就加在哪個地方 Text後面這邊封號 跟雙語號中間 給它網址 第二個給它編碼方式 那就可以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所以上個禮拜住宅切到案件 這個 我們是 有沒有 就這一段 那因為我後來發現 給它的網址 之後呢 它雖然那個網頁上是說是Big-5 可是後來發現是不斷 所以再把它改成65001UTF-8 這地方就OK了 那把這個資料抓下來之後 所以這個上禮拜 這個就是貼過來 改兩個地方 還記得吧 就是網址部分 這個可能自己去找一下 然後還有編碼方式 然後上面我有加一個敘述 就是把舊資料先清空 Sales.clear OK 所以你會發現執行的時候 我按F-8 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跟它講一些訊息 哪個網址 然後它是一個comma分割的 這個是comma分割 就是豆點分割的 然後 Youtube-8 refresh就是抓資料下來 點refresh就是真的抓 OK 抓下來之後的話 就是我們 最早從那個什麼呢 從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下載的 但是我希望從這個地方 做出三個樞紐分析 跟三個樞紐分析表 跟三個樞紐分析圖 所以我需要三個欄位 所以後面我們其實 利用那個下載的資料 我們底下其實又增加了一個 所謂的插入欄的一個sup 那當然插入欄 就是插入第一個是 還記得吧 在這邊C欄的右邊 D欄插入一個黏 然後在F欄 應該將來插入一個可能變區 插入一個是哪一區 然後哪一個路接道 那以前的做法是 變成你每次 假設你又重來一次 重一下子 你又重新做一次 那不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乾脆我們把這些動作 全部都把它寫成程式 但是你如果不會寫的話 還記得吧 上禮拜講說你可以用錄製的 其實我是覺得eSale裡面的這個程式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用錄的 但錄下來其實有些缺點 就是程式太過漏長 那怎麼辦 沒關係你也可以改 你也可以不改 你覺得沒關係長一點 但至少可以做出來 OK不改 如果你可以的話 就把它改正一下 那至於什麼改 上禮拜有講 有些地方 本來很多行的刪掉 至於什麼刪 這個可能有一些地方還需要注意 所以我們就call 插入欄有沒有 那後面其實就是 第一個是插入年 插入年的話 其實 程式錄下來就colors 有沒有哪一欄 比如說我要在d欄插入 其實寫這邊就可以了 colors哪一欄有沒有 d欄 其實你可以寫d冒號d 或者我印象中 你輸入一個d也可以 d欄插入 有沒有那這邊insert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你不用錄的 自己會寫也可以自己寫 但你如果是不會 沒關係你錄一下 然後來改 OK 所以我們 在d欄插入一個空白欄 所以d欄就colors colors就colors 物件就欄 那一欄插入一欄 你會發現 執行這一行 它就會在d欄的地方 有沒有看到 增加一個空白欄 OK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有那個 插入空白欄需求的話 其實寫這樣就可以了 colors 哪一欄 insert 那如果要刪除的話呢 其實把insert改成什麼 不是 刪除 刪除 delete就好了 所以喔 很簡單喔 插入是insert 然後刪除是delete 其實你看鍵盤上也有嘛 這裡它不是insert跟delete 其實一樣的道理 其實蠻好記得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這種需求 你不想錄的 沒關係你自己寫 OK 所以 錄製聚集是一個過程 你可以錄也可以不錄 不過前提是 你要對程式有一個掌握 自己寫啦 如果有些你說老師我怎麼記了那麼多 沒關係有些東西我會把它放雲端 像我自己喔 我會有一些範本 用過嘛 你就拿範本來改 不是比較快嗎 所以以後至於要怎麼去寫這個程式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套方法 盡量就是不要 每次寫格都不留下來 然後下下用就找不到了 程式是這樣耶 真的 你需要的時候忙 可能現場做得出來 但是過一段時間 如果你沒把它記下來 你要找真的找不到 那你說老師我Google查一下會有答案 有啦 可是我跟你講 你Google的答案 每個網頁裡面講的都不一樣 你真的會 不知道到底哪個是對的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喔 最好是自己理解用自己的方法 會是最簡單的 那當然另外現在除了Google之外 還有TrackGPT TrackGPT其實寫程式也還蠻OK的 但是 畢竟還是自己能夠理解的是最好 然後在D1輸入年這個字 所以寫成這樣 Range D1等於年 那這個等於 其實在這邊意思是把年放進去的意思 OK 所以這一行執行 年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 然後把公式也放上去 所以就是Range D2有沒有 這一行是Range D2呢 點Formula 就是把公式放到這個地方來 OK 點Formula 就是把公式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意思 OK 不過跟各位講 其實點Formula 這個屬性 其實不加也沒關係 像我自己是習慣把它Delete掉 不加跟加結果一樣 因為你如果加了其實也是公式 點Formula就是公式 但是如果你把它刪掉 意思還是一樣把公式放在儲存格 那乾脆不要加就好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向下填滿就AutoFeel AutoFeel就等於有點像 空點快點兩下 然後後面有個參數叫Distination 到哪裡的意思 到這個範圍 所以執行它 不過未來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一個可能會有Bug 什麼Bug 我們是把那個範圍從D2有沒有 到填滿的範圍 填滿到哪裡 3569 可是喔 如果你下一次更新 我不知道它現在有沒有再更新 它好像會增加 現在沒有 它有一段時間 可能一個禮拜兩個禮拜要更新 那如果3569變多了 那跟各位講 它不會自己跑下去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記得 把3569改成一個 向下追蹤的一個變數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就是可以把這邊寫成什麼 寫成一個R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3561 一個嗎 這邊也有一個 有沒有 底下這邊也有一個 所以有三個對不對 所以我建議啊 你乾脆這三個共用一下 你可以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上面 還記得追蹤的方式嗎 R 我建議啊 用R的變數等於什麼 向下追蹤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 任何程式裡面都有可能有追蹤的需求 那追蹤的方式呢 就是Range A1 還記得吧 有點像是喔 我們把游標 放在A1 然後Ctrl向下 所得到的 這個列所在的數字 有沒有 那敘述的方法就是 Range A1 那Ctrl向下 就點END END 就是AND 邊界 然後 哪個方向 前刮弧 XLDump 向下 然後後刮弧 然後Ctrl向下之後呢 這個就Ctrl向下 有沒有 得到的這個列 幫我把這個列的數字呢 幫我傳回來 所以點Range 因為它現在所在的列 把這個資料給我一下 OK 點R R就是它的列所在的位置 那如果你得到這個的話 它會幫你把這個數字呢 存到R裡面去 那將來呢 我們把這個R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3569的位置 OK 因為3569剛好是在這個文字的最右邊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3569 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引號外面 加一個ANDR就可以了 ANDR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幫我把3569的R 跟前面這個D2冒號D串在一起 OK 特別注意喔 R裡面現在放什麼 3569 OK 3569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 常常會有疑惑說 老師那3569不是一個數字嗎 那前面是一個文字啊 有沒有前後雙引號 那為什麼它可以串一起呢 跟各位講 VBM有個特性 它如果遇到一個AND符號 如果看到AND符號喔 它會自己幫你把數字轉換成文字 再跟前面的串在一起 所以AND符號 有沒有 AND符號 它有這個特性 AND其實就是串文字 所以只要看到這個AND 它自動把數字轉換成文字 再串在一起 OK 所以底下都一樣 所以可以把這個地方 AND 3569 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引號的右邊 加一個空白ANDR 這樣就可以把R串進來了 然後這邊也是3569 所以把它delete掉 移到雙引號外面 然後ANDR就可以了 AND前後記得要加空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因為程式已經跑到這裡了 我把它倒車一下 倒車到這邊F8 看一下它是不是3569 然後我再把它移動 因為上面這邊都跑過了 這不要再跑 然後再讓它填滿一次看看 OK 它就會自動幫我向下填滿 所以理論上呢 這邊應該會填滿到哪裡 填滿到3569這個位置 OK 那之後如果資料更新的話 它自動會更新 那再來就區 所以區一樣 幫我插入 然後把公式放進去 有沒有 所以區欄的部分 這個地方就區了 OK 然後一樣把欄寬調一下 調整成10 然後再入街道 所以這邊 這上禮拜都講過了 OK 那這樣我們就會得到第一個按鈕 就是 先下載資料之後 再幫我增加三個欄位 就是住宅、竊道、下載這個程式裡面所做的事情 所以1、2、3 三個欄位 那這個三個動作其實就是為後面鋪路 1、2、3 所以後面的話 就要再產生三個樞紐分析表 跟三個樞紐分析圖 所以上個禮拜後來又做了一個 這個叫什麼 在底下 我好像是把它放在 因為其實程式寫太多 有時候可能放不同模組 對 放在那個module3 我是放module3 你們找一下 那會有兩段 一個是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那最後如果要把它串在一起 變成那個 所以喔 按下樞紐分析表 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應該會跳出一個 這個歷史 因為 不過這邊會出現錯誤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 這個未已經存在 所以這個記得 執行它之前 一定要把舊的刪掉 不然會產生衝突 把它刪掉一下 然後再執行 因為它這邊 最後一行是 Active Suite Name 這個名稱要改成 例年折線圖 這邊就有折線圖了 然後再畫一個 書紐分析表 然後再畫一個圖 圖的話就是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跟這一個 那如果要把兩個 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其實最後可以怎麼樣 再增加一個SUB SUB名稱呢 也許 對啊 你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然後我在底下再增加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也許叫什麼 例年折線圖 Enter 然後呢 因為這個例年折線圖 主要是要先做上面這件事 什麼事 先樞紐分析表 在樞紐分析圖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先 產生一個整合的SUB 然後先call 樞紐分析表 Enter 再call樞紐分析圖 直接乾脆拿這個來改 改成樞紐分析圖 這樣的話就OK了 記得執行之前 要先把舊的刪掉 不然的話 你一執行他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名稱不能一樣 工作表名稱絕對不能重複 那我就不用執行兩個上的 我只要執行這一個 他就會先執行樞紐表 再執行樞紐圖 所以他會怎麼樣 先把表先畫出來 然後再把圖畫出來 所以先這一個 再這一個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把兩個 綜合在一起之後呢 我就讓他產生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 我把它放在 這個住宅切到下面 那我習慣是把 這個按鈕複製 然後來改會比較 比較方便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大小一樣 重新指定 所以把這個 這多一個 把這個住宅切到 先按右鍵複製 然後再貼到下面 你說老師兩個都一樣 現在是一樣 可是我可以拿下面這個來改 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 叫做住宅切到折線圖 然後把名稱也複製一下 為什麼 指向它 然後再把名稱點一下 改成叫做住宅切到折線圖 這個按鈕按下去 我希望 跳出這個東西 我先把舊的刪掉一下 我試試看 所以按下它 有沒有出現 有 這樣就會跳出 令年切到折線圖 OK 好 這個是上個禮拜 我們做到的地方 我們還缺那個什麼 區 區的話是各區比例圖 然後 弄街道的話是直條圖 所以如果我希望 把前面做過的事情 我不需要重做 我希望變成一個按鈕 各區比例圖按下去 自動會增加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話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樞紐分析圖 那圖的話 又會按照我的要求 自動放在我想要放的地方 那寬度跟高度呢 也按照我的需求 調整大小 那這怎麼做 OK 這上禮拜我們有講到 所以如果你對於這個細節 假如還是有點不太清楚的話 我是建議可能回去再把一些重點回覆一下 所以剛剛講到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在雲端上面 其實有參考的答案之外 還有詳細的影片 這好像是上禮拜是第六次 今天是第七次 像錄製那個折線圖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所以這邊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來看就是 就是 按鈕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第十四頁這裡 所以我們已經完成 上禮拜已經完成 第一個跟第二個按鈕 那今天的話再來第三 第四 第五 那主要是把人工作業變自動化 OK 變自動化其實很困難一點 就是錄製去期 再修改程式 這個其實比較複雜一點點 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我們再針對 各區比例圖 把它做成按鈕 按下去 它就自動幫我把結果給產生出來